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各看Chill Out Gamer 又是我劉主 今次這條影片就承接上一集介紹過META Quest 3 今集我們介紹的就是這個包裹 你看到SandyOptical.com 其實它是什麼東西來的呢 我們打開包裹看看 打開裡面是一個紙盒 其實這個是Sandy幫META出的Quest 3用的鏡片 我們再打開箱子看看裡面有什麼 打開了有一個眼鏡盒 一塊眼鏡布 還有兩塊鏡片 其實主要這個鏡片的作用就是 讓我們這些近視的人 大眼鏡的人用 就是直接可以安裝在Quest 3裡面的 就可以散卻了不用大眼鏡 用Quest 3 現在這個就是安裝的過程 我們就要把鏡片拍下去 其實很簡單的 你看到鏡片有寫著L和R L那個就自然是左邊那個鏡片 你其實把L的字樣向下 放上去 然後兩隻手按下去 很輕力都可以的 按下去聽到拍一聲 那就可以了 你可以再輕輕搓一下它 如果它不掉就OK 就是這麼簡單 接下來就會介紹一下 究竟是怎樣訂購這個眼鏡的呢 這個鏡片 其實就是去到這個Sandy的網站 然後很簡單去到這個Page 就不用看其他東西 除非你有興趣買別的眼鏡 你其實就直接按這個VR 就會來到這個版面了 這個版面你拉下去 它會見到有少少的Description 以及叫介紹一下 究竟這個鏡片的一些Spec 它的資料 那最重要是中間這一欄 那我之後會再解釋一下 那下面有教大概怎樣安裝 和一些無謂東西 那直接按右邊就可以了 那進來這個畫面呢 那首先都要提一提那個 價錢啦 49.99 那個價錢是美金來的 不要搞錯了 那之後呢 你就去到右邊啦 如果你是本身有在購買 你就下加下面 沒有就選上面New customer 那之後就會來到這個介面 這個介面其實就是告訴你 你要有這張單 這個就是你的視力的測試 那你要有這個視力測試的單給它 它才可以幫你訂做一個 適合你視力的鏡片 那如果你有 你可以take photo 或者是upload image給它 那但是我自己呢 其實就選了最低的那個 手動輸入你的視力 那我覺得這個會好一點 因為有機會 你那張單的格式和它 未必一樣 那如果它猜猜一下 做給你呢 到最後不對就麻煩一點 那會來到這個介面之後 這個介面就會教你怎樣 輸入你的視力 那你看到一按下去 其實是有些選項給你啦 那我會輕輕解釋一下 這些是什麼 還有怎樣去輸入 那首先要分right eye就是od 那left eye就是os 因為有些 現眼的張紙呢 是不會寫明右眼還是左眼 它就會寫od和os 那你要 不可以撈亂我這個千奇 撈亂很麻煩 除非你兩隻眼道錯一樣 那然後呢就照輸入那些資料呢 SPH SPH 其實就是指眼球的球面度數 那旁邊那個CYL CYL就是你的散光的度數 那而最後那個AXIS的AXIS 就是指你散光的軸度 那其實如果沒有散光的人 應該那兩項是可以不用填的 那但是你訂了這個鏡面 那一定是不是有近視又軟視的 那如果你要訂這個鏡面 那你要輸入回相對的資料 那你可以看回你那張RESIT 其實你配眼鏡它都會給你那張RESIT 那RESIT通常都會有寫下了 你那個視力或者度數 那你會見到通常只有兩個格式而已 要不就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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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兩個格式呢 是分別代表什麼呢 那上面那個就是你的視力 那你會見到-2.5-1.75-50 加加加1.25-1.25-50 那後面的加購是不需要理他的 最少是這個訂購裡面 你不需要理他 因為後面的加購通常是老花 而這個鏡片是沒有老花的 所以你有老花是沒用的 訂這個鏡片也 那其實你對的順序都是按照它 很簡單 就是最前面那個-2.25-unal 乘乘50就是散光的续度 你照样输入就对了 另一个强烈点的地方 我们香港通常订眼镜那些 视光师不会写你的视力在单上 他会写眼镜的度数在单上 眼镜的度数和视力是不同的 是两个数字 那就要留意 通常我们会收到的数字是这样的 其实是代表什么呢 -225就是你的镜片度数 -225就是说你是-2.25的SPH 如果你是软视的话 它会是正数的 近视才是负数 然后第二那个-175就是你的散光 就是-1.75 那最后整个数字是不会变的了 无论视力还是眼镜的度数都是这个数字 但是那个数字的阶段 就只会由0去到180 一定在这个阶段里面 那就是这样了 基本上你跟回你那张配眼镜的讯息 就是塞一些数字下去 就OK的了 然后最后搞定的东西就是按10亿 10亿之后就是进回你 可能是使用卡资料或者你上网付钱的资料 那里不会在这里教大家怎样做 大致上就是这样 如果有些什么不明白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直接 去配眼镜的时候 或者你去眼镜店做一个视力测试 那你叫个时光师 教你怎样填这三个数字 那就可以了 就是这么简单 那我自己试玩过这个镜片 其实因为我本身 其实上一条片我说过 我是戴眼镜的 那我因为戴眼镜 戴这个Crest V 虽然眼镜放得到 但是其实是很硬着面 会硬到面很痛 玩得久的话 那我就配了Kon来用 但是Kon始终那个 清晰度不及眼镜 你即使戴了Kon 都会有一点 好像萌萌的 看上去都是不够清 那配了这个镜片 就确实真的清很多 那是真的有眼镜的效果 但是又不像眼镜那样 所以我自己觉得OK的 它而且不算贵啦 你看它50元美金 其实 你兑回都是几百元 我觉得OK啦 你买得过 几千元的Crest V 这几百元又不算 很大够钱 就是这样啦 那这条片就完了 介绍就是这么多 喜欢这条片的留言 分享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 大家拜拜